說深水埗區 整天都說不完 無論是食物 保育建築 傳統美食 電子用品等等 一系列的東西都可以在深水埗區 但我們經常都說 注入了生活力之後要展望一下 接下來75周年 我們深水埗區 我剛才這樣聽完之後 我覺得很Energetic 是不是有什麼新東西帶給我們呢 Paul 是 慶祝活動當然有很多 我先介紹三樣 比較大型的 我們希望其中一樣 針對深水埗區劏房戶也多 可以給劏房戶的 我們叫劏房辦空氣清新機 這就是希望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 另外兩個可能跟今天主題特別相關 一個是跟熊貓有關 另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跟另一位主持說的 時裝設計比賽 我們替四屆 就是叫做別出心裁的時裝設計比賽 就是給青年朋友參加 我稍後也會去初賽選一些入行的朋友 他們今年會連同時裝高峰會 在11月左右 有一個真實時裝表演 我們今年的主題 就配合75周年國慶叫做國潮 國潮的意思就是內地這幾年 年輕人各自用自己的創意 將不同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元素 重新結合 用一些很新潮 或者很酷的方式重新呈現出來 譬如不是在紙上寫書法 可能變成一套舞蹈 在水底裏表現 將書法的尾表現 這樣表現出來 我覺得很難以想像 因為以前類似這些比較傳統的 我們叫做書法也好 或者手工藝也好 被人感覺很悶 有些沉悶比較科學 但你在水底裏 還要書法還要舞蹈 這些就是我們在網上見過的一些 或者Milson的朋友也有做的 用古增壇浩德歐卡羅里方的 為什麼當初有這個想法呢 其實現在除了一些傳統 好像書法這些 其實在中樂很多國樂的一些演奏方面 其實都有很多創意 就是都是一些將它潮玩了 怎樣潮玩呢 其實可以將很多傳統的 比如古增 古琴 還有一些異壺等等琵琶 都可以做一些電音的 嗯 其實有時候可能大家去參加一些 可能音樂節或者一些電音派對 有時候可能真的可以用中樂來演奏 也是一樣有個氣氛 其實正如大家開始也接受不到 可能韓國一個叫和尚 可以做電音的DJ 其實慢慢這些創意 我覺得都是一個將各風潮 帶來我們現在的生活中 也是很多現在 我們00後的很多青年 他們的創意真的無限 也是很有才能才可以做到這樣 所以就在深水埗區裡推動了 會呀 你看Milson一說這些眼睛發光 一看就知道他是貪玩人士 但是可以有多一些不同的演繹方法 讓我們年輕人可以先試一下 那Paul 你剛剛說到有熊貓這件事 我很關注 因為今年我們有多一對熊貓會來香港 那深水埗區有什麼搞的 我們要先說明 我們不是預先知道中央和特首有這個安排的 所以其實在年初已經在規劃中 我們深水埗其中一個新的地方 叫長沙環海賓公園 就在南昌地鐵站附近 我們看到其實也挺漂亮 有一個新的碼頭 就想想怎樣可以吸引多些人來打卡 就和四川方面和九龍西一些民間團體 我們可以談過 不如我們可以用一個熊貓的主題 有12隻熊貓 為什麼是12隻呢 就是75 7加5就是12 香港我們負責其中5隻 四川方面負責其中12隻 熊貓大家都是黑白色 黑色的部分就不是用黑色 可能是用不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圖案 或者圖案去設計出來 大概是一米多高 到時可能全放出來 12隻就讓大家來打卡 那麼適合時間上 可能可以歡迎到我們四川 那對真紅貓 除了打卡之外 其實剛剛聽到有些非維元素在裡面 其實我們經常都可以 滲到一些教育的資訊 給我們的市民知道 所以我們的計劃都會是 除了設計上有非維元素之外 也會有一個二維碼 大家數一數就會知道 這個非維的歷史 或者它的詳細資料 所以這方面也很感謝 康文署的非維辦公室 都幫了我們很多手 我們也有很多資料要靠他們 或者靠他們以前研究下的資料來幫忙 是 我覺得非維文化真是 那是永久還是 每幾個月 然後我們希望下一個部分 在區裡邊 由12間學校每人拿回一隻 從校園裡長期放在他們裡 或者起碼他可以幫我們 好好養育他幾年 保管一下同學 又可以率先自己私有打卡 沒錯 因為我覺得非維文化 是屬於一個國家 我們城市 中國的國家裡面 一個很文化抵運的東西 這麼多年的歷史 我們真的要告訴大家 我們擁有這些東西 剛剛說這個很有趣 紅貓咖啡為元素 去到一個新的場地 供大家打卡認識 希望到時大家來看 也喜歡這個設計 我一定第一個報問 打卡我可以的 我問一下Milson 剛剛聽國潮方面 你有沒有什麼推動呢 我想推動在深水埗 做一個國潮的音樂會 大概規模是500至600人左右的規模 都是一些不同的國內的國樂大師 將他們的一些音樂 結合一些流行元素 以及一些現在我們剛剛說到的 一些甚至是電音 做一個令到大家 很有現場體驗的一個音樂會 也是一種我覺得是文化創新 也是一個深水埗 機會一個年輕人 流行文化的一種元素 我覺得是 好 來到我們差不多節目尾聲 我覺得再去深水埗的時候 已經不用只看什麼美河流 什麼電腦城 已經有很多林郎滿目的 不同的新的元素在裏面 我們有很多文藝 很多文創在裏面 剛才說到長商人的海賓 是一個新地方 是去年8月才開的 所以其實大家現在都可以去看 因為另外有Truckrain 這個本地插畫師的作品 正在那裏展出 又有十二生肖 都是打卡點 所以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可以去看 我們其實都想多些介紹的地方 因為我們角度看 其實那個是一個 在現在來說 隱蔽一些或者隱細一些 拍攝日落夕陽 是一個好的地方 不過可能很多農友未知道 對 很多人可以去看 對 那裏應該是南昌地鐵站 南昌地鐵站 一走出來就是 我們叫做海樂園 海盈村的出行 對 讓大家了解這個正確地的地點 明白明白 讓大家去到可以了解一下 其實深水埗區有很多新的發展 很多新的地標 很多新的小店 有很多不同的新的活力 在裏面當中 所以大家來到深水埗 又可以去感受一下 又或者來自全香港的市民 你只要想參加剛才所說的國潮 有我們的紅貓打卡 都可以去到深水埗區當中 還有剛才這樣看 我覺得 給年輕人 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提供一個平台給他們 提供一個機會給他們 好像剛剛說的 Fashion Show那樣 第四屆 現在是不是都已經 很多人 可以多些人報名 還有我多謝其中一些 市長界的朋友做導師 學國晶先生 他是我們的導師 他在市長界都有一種地位 真的幫到手 把我們本來幾個地區的活動 慢慢帶到一些業界正式的活動 都給年輕朋友 有個機會 真的走上一個大舞台 展示一下自己的作品 對 你說他們去到最後 11月可以去大舞台 大舞台 是市長高峰會 今年的其中 我們會是其中一個部分 所以這樣聽就是 就是我們每人走出一小步 然後再去幫我們身邊的年輕人也好 其實各個階別 各個層面的人也好 給他們多些機會 讓他們見到 其實這個世界可以很大 然後又令到他們對生活有更多熱情 所以這也是我們遊學天地的想法 就是希望大家要遊歷出去 走出家門口 不要經常留在家 感受一下這個世界 增加我們一些學習體驗 所以今天再一次 好多謝我們深水埗區 我們有民政專員 黃欣賢先生 多謝POP 多謝兩位主持 也謝謝我們大灣區社創公益協會會長 楊廟先生Milson 謝謝你們 我們下一節 又大家繼續買個關子 了解一下 怎樣我們繼續遊學天地 多謝你 多謝